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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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節目時間 歡迎收看五次進擊 我們找了嘉賓一齊談 這一節我們有譚志樂阿勞 阿勞 你好 阿勞 阿勞 兩萬三的大關位 我們已經半日有阿川坐 中午都近日落位置去收 半日來說最多跌幅去到350點 中午跌了都去到334點 外圍呢 如果我們真的要簡略去講的話 總之就擔心 加息的因素會 包括在美國 可能是歐洲那裏收水的進度 可能都會加快 本地的話 其實我們都要關注著 今天明明 那個LPR的貸款市場報價利率 一年期那個 去到3.8% 19個月以來 第一次是調整那個利率 為什麼會無助到 A股二就是我們含指市場的氣氛 所以留意一下 對於港股 對於內地股市來說 市場不是擔心加息這個因素 其中一個環球股市 都是面對著的風險因素 是Omicron的變種病毒 未來有不少地方 歐洲也好 美國也好 或者東南亞市場也好 很多緊縮措施 短期來說會出現 這個會影響到整個經濟 對於福利率 復蘇爆發至至少 夏年第一季 這個是環球都面對著 共同的風險因素 但是對於內地 對於港股來說 就是説説説説説 貨幣政策 向來都不是一個最 主要的風險因素 因為如果你說貨幣政策由放水轉到收稅 你最多都是導致一個股市由52周高位升了很多 因為之前流動性很多 所以收緊的情況下有些獲利回套等等的情況 歐美股市是在發現這件事 但是內地股市甚至創下52周伸低 全球最弱的港股上面 面對著其他的風險因素 而當中包括一些可能涉及到監管 或者一些內房債務問題 這些都是短線比較大的引誘力 所以暫時我建議看短線最大的問題 都是經濟增長放活 而LPR下降反映了些什麼 亦是市場對經濟前景的看法 看得比較審慎 所以暫時就穿底了 而你看恒指的技術指標 都可以差的信號都出來了 連MACD都發了一個雙紅的信號在這裏 這些位置真的不要亂去估底 相反如果還拿著很多貨 手頭上現金不足的話 我覺得是需要做好風險本理 盡量拿多些現金在手保留貨的實力 如果我們看看過往底部的位置 現在正在市場2萬2800點的水平 現在其實都差不多 剛才你說到部署上 我們要審慎一點 沒有貨都未必值得去搏進去 究竟反過來看 下哪些位置我們先算是轉定 就是當現在有個明確的下降趨勢的時候 不要亂去估底 或者如果你選擇去估底 一旦穿了防守位 你就要做好風險本理 所以這一刻我覺得 你與其猜哪個支持位比較重要 不如衡量自己手頭上的現金 充不充足 或者你拿著的貨 會不會是一些被人沽售的重災區 或者會不會有一個追跌的風險在這裏 會相對地比較實際 如果2萬3這些位置穿了 下一個支持位置 下到2萬2千5左右這些水平 大約在上年 即2020年 第3、第4個的底部位置 再穿了 比較重要一些 或者最關鍵的防守位 已經是去到COVID-19設 那時候 大約2139的位置 所以短線來說 不要忽視調整空間 如果外圍股市 同樣地出現一個調整 因為擔心加息 擔心收水這些狀況 如果內地的經濟前景不明朗 就算是放水 降過LPR 都無補於是 所以在沉底格局裏面 向來最記憶就是 雄市選擇去股底 所以暫時說 穿2萬3這些位置 我覺得只能夠 就是將整體現金比例去增加 去到什麼水平呢 我覺得這一刻最少最少都要有50% 而比較建議 可能說起碼都去到70至80%左右 尤其是當外圍的納指不斷地向下回 其實都令到我們這邊的科技股 首當其衝 怎樣去判斷的話 我們看看科技股 新經濟股 有好幾隻都破了位 基本上是騰訊、美團、網易、京東那些 而且半天來說 都是接近日中低位收市的中午水平 所以都可以理解為什麼說行指 去到中午都叫近地路 怎樣看外圍的因素呢 因為納指期貨去到我們的亞洲時段 都一直跌幅去到1% 去到哪些位置才見底 老實說 你不要將廣估科技股和納指 可能做一個很直接的比較 其實你看看納指近期破頂 才有個高位回落的狀況 而廣估你之前提及到大家熟悉的ATM 有不少股份 或者當中小米那些 一直已經藏著52周身低 就不關息率 不關環球 因為說收水、加息 所以導致科技股殺股值 港股那些科技股 論股值 他們不算貴得很重要 我們不會用殺股值去形容 科技股面對著什麼問題 監管風險是其一 近期一個最新的風險 就是那些中概股退市 而退回來香港 但是資金不願意去買 導致到股值 仍然有一個進一步下調的空間 所以港股那些科技股 又是破了位 短線不要股底 相反來說 如果你是說監管風險 有機會淡化 或者中概股的退市風險 有機會改善 到時候才想去不去買 所以暫時來說 科技股是處於一個沉底格局 你看行指又破位 其實科指更加早破了位 所以短線來說 我覺得科技股 都是拖低大市的一個元兇 暫時來說 在這個水平股底 那個代價都很深 相反來說 有貨的 你還拿著的話 自己衡量風險 風險管理 整體的持貨能力上面 這些水平 科技是否完全一成的調整空間都沒有 我真的有保留 所以暫時來說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輕創上陣 除了這一班向下之外 沉底其實還有一些博彩股 我們看看 最新的消息 會不會是有些 紅利 政策的紅利 或者是好消息 可以帶到這班見底 事關根據澳門的傳媒報道 港澳將會同步放寬通關 當中一定是牽涉到一些條件 簡單去講的話 就講到一些疫苗 檢測要達到陰性 亦都有一些限額 即是Quota 以一個先到先得的形式 在網上的報名 同時間亦都設了一個熔斷經濟機制 名額就會按照香港和內地的做法 不過這樣 即是在這個消息公佈之前 澳門的博彩股都是走低 銀魚、金沙、澳博 澳博更加厲害 其實穿了52周的新低 金沙、銀魚那些都是一個月低位 怎樣看這一班的前景 尤其是今天這一刻 亦都打穿了前期大列口下來的底位 當穿了底那段時間 我們覺得現在在市況上 最重要是做好風險管理 這些位置始終要適量去減測 就不要因為看到有機會通關 所以立即覺得沒事 選擇去買飯 就算通關未來形成一個利好因素 你都可以股價向下沉原底的時候 冷靜完才再升上來 所以當穿位的時候 不要盲目地相信一些所謂的利好因素 最重要就是現在環球所有相關旅遊相關股份 都面對Omicron有下行趨勢 原因就是防疫措施不斷地收緊 如果你看回內地關於一些旅遊業的相關消息 現在說一些跨省份的旅遊團體上面 其實有些禁令的情況出現 鼓勵就地過假期 一些個別旅客可能說有機會做到 但實際上對澳門的博彩業的幫助性 刺激作用就不會太大 再加上近期有些說中介人 貴賓廳的業務成為一個短線的利膽因素 這個我不覺得很大問題 但是問題就是股價都穿在底的時候 可以回心一點 所以這一刻如果要選擇去拿著 你都遇到短線是捱得很辛苦 所以暫時來說我覺得都是建議有課的 都是做好風險管理 特別重課的話 這些位置都穿了位 是要理性自洩的 如果爭著多的話 可能部分都要走定貨制線 半天來說其實跌幅大的 還有新豪國際跌了去到2% 歐博剛才說到 都超過52周的新低 半天來說跌了1.8% 去到4.77的水平 值得我們看看一些體育的用品股 它跌的當中其實成交都很大 安達就宣佈了派發30周年 這個中期的特別股息 花旗覺得做法是感到意外 維持著沽售的評級 他說距離去今年4月主要股東 配股集資15億美元 只是8個月 認為不是一個謹慎現金管理的方式 而且公司是未償還的債務總額 達到120億元人民幣 加上下半年的零售銷售貨門 預計未來的營運資金壓力有所增加 另外安達披露了主要股東 將會成立100億人民幣公益基金 花旗預計 假設當中發生的捐獻 來自轉移安達股份 變相相當於大股東減持 也將會導致市場 可能有進一步負面情緒 維持著目標價 就看到71.3的水平 第一就是質疑他 其實貸幣是否OK 做一下動作會否很大膽 第二就是他覺得變相減持 第三就是其實今天除了他 李寧那些都是要下跌的 當然如果我們真的要秤他的話 市盈率去到幾十倍 是否有機會繼續這樣回落 是的 我覺得其實你看到安達圖上面 亦都是一個反覆向下沉底的格局 其實你說中期業績出來了 或者第三季的營運數據出來之後 市場已經看到無論是Filla這個品牌 或者安達旗下自身的品牌上面 都會出現一個叫做增長放緩的狀況 還未去到倒退 但是如果去到倒退的時候 當然股值更加之上 但問題面對著增長放緩 股值已經是有一個向下的單暢趣 原因就是不值一個這麼貴的股值 現在最大的問題都是說 大家看到年頭那段時間 新疆棉的利好因素 未必能夠對現出來 所以安達的股價已經是 開始有些叫做打戶圓形的趨勢 而在今次的特別派息上面 其實留意一下 股息率低得很厲害 你說你怎樣解讀 其實都不會是一個利好因素 花期本身都是看淡的 他們當然是踩多一腳 但是我覺得如果從客觀基本面上 第一方面這一刻買股票 不要因為公司回購 或者派息重而改變 你那個整體看法 最重要是看基本因素 究竟最新發生什麼事 而如果你看到上星期五開始 整個體育用品股 包括李寧 特報這些 都有個高位回落的狀況在 短線的板塊 現在其實是亮起景號 市場亮起景號的時候 你仍然盲目相信 它有個強勁的增長的話 那個殺傷力是可以很大 所以還拿著安搭的話 我覺得其實要打止蝕位 穿120元都應該要止蝕了 之前不止蝕不代表之後 不需要的 我覺得這一刻如果穿110元 都是要理性止蝕的 李寧新洲那些 今天都是一個月低位 好 麻煩你Arno跟我們分析了 我們再一會 大家來到下午的開始速報了 港股半天是失手了23000這個關口 而且是跌超過300點的 看到下午回來 跌幅是來為再擴大了些 跌幅已經去到超過1.4% 佈了22850點 是去年5月底以來的低位 看看科技指數方面的情況又如何 科技最新跌幅已經超過2% 在佈了5544點 看看國企指數又如何 國際方面 跌幅同樣見到超過1% 佈了8098點 看看五大匯約 港股中午開出來的情況 排頭位的騰訊 跌幅又超過1.4% 見了超過1個月低位 排第三位的美團同樣見超過1個月低 跌幅1.6% 至於阿里巴巴 佈了116.3% 跌6毫子最新 另外排第四位的 盈富基金跟恒指走 都見了超過52週的新低 最新跌幅超過1.3% 另外若名生物跌少了些 最新跌幅4.7% 佈了84.9% 看看有什麼異動的股份 就是有輕能概念的 競成基電 其實今早早 H股曾經是升到超過6% 見了5年的高位 A股又升停了 不過不知為什麼 去到11點半後 就突然倒跌半成光外 之後最新跌幅已經去到9.9% 佈了5.62% 看看另一隻異動股 中國稀土 逆市有得升到 因為跟A股上市的北方稀土 定立了一個戰略合作 框架協議 曾經炒高過一成半 但是去到中午的時候 看到升幅收窄了 最新升近4% 佈了9.5% 望多隻股份 和黃醫藥 獲納入富士全球股票指數 曾經升近4% 最新升0.7% 節目時間差不多 我們再跟進 快點 事件 回到節目時間了 這一節身邊嘉賓有Daniel在這裡 這一節身邊嘉賓有Daniel在這裡 跟大家看著市場 Daniel你好 你好 跟大家跟進一下大師節目 先看市場一類加飾潮和新變種病毒的疫情情況 港股今早低開之後越跌越多 一度都跌超過300點 2萬3日水平都失手了 看到下午回來都跌多了 事關看美股道指期貨那邊都跌多了 拖累港股這邊的表現 暫時低位港股行指見過22,829點 出賣早上低位是超過1年會的低位 最新跌近33點 2萬2,858點 暫時見到各項分類指數通通都要向下 成交方面超過659億 大市的後市情況都要問一下Daniel 見到現在港股2萬3日這些位置穿了之後 下午回來還要跌多了 但其實都留意到降進之後 太股市場報價利率LPR都下調了一年期 會不會看著這件事都可以幫經濟 都刺激大市的表現 還是其實假期之前港股都要繼續差呢 氣氛是比較疲弱 但基本因素就逐步轉正面 今年21年一直都很擔心內地的監管政策 反正政策消息都比較負面 但相信未來這一年 政策方面會多一些好消息 包括貨幣政策 降進之後LPR都下調 對於穩定經濟增長也會有幫助 另一方面對於監管風險 市場消化了很多 應該對股市影響逐步減少 所以幾個政策的預期方面 再逐步支持股市 雖然短期還是弱 恆子又再破今年的低位 但見到14天RSI相對強弱指數 都開始沒有再創低位 反而跟指數的底背似 相信有利恆子短期會出現技術性反彈 初步反彈目標就是10天線 23,600左右 看著10天線的位置 最深恆子跌346點 22,846點的位置 再跟進期指的情況是怎樣 見到積月跌279點 下跌284點 成家方面超過69,000張 跟進A股的情況 見到A股都要繼續收押 上證都曾經跌過去3,600點邊緣 最新都逼近有中低位附近 跌30點、3,601點 戶心300指數都跌幅1%以外 跌54點、4,900點整數位置 對於創業板指數跌幅更加有2%以外 跌73點、348點都穿埋 最新是3,361點 這一節跟大家看看醫藥相關的股份 見到部分醫藥股也得逆市升 例如胸希諾最多都升過 歐近一成的位置 都見到一個半月高位 見到載定醫藥來說都不錯 最新都升到7%以外 546元的位置 至於黃黃醫藥最新是輕靠穩 做到56.95元 我跟Danny聊聊整宗醫藥股 見到整宗醫藥股 上個星期大家都怕美國那邊的制裁消息 見到生物科技股都即刻受消息影響 都跌了下來 看到暫時現在這個情況 其實大家是不是明朗化一些 還是大家要小心點留意消息呢 明朗化很多 起碼沒有上市公司列入實體清單 所以對基本業務應該沒有什麼影響 可能會有些公司 跟被列入實體清單的集團 會有些業務上的關聯 但是那個關聯的上市公司其實都不多 康熙樂可能是其中一間 但是對其他上星期初都急跌下來 例如若名生物 其實就應該沒有什麼影響 所以股價應該會有些反彈 即是吳明朗因素是大幅減少了之後 應該會有些短期反彈 但是整個市場的氣氛 即港股氣氛還是疲弱一些 對一些盈利基礎薄弱一些的 醫藥股特別生物科技股 可能還會有些估值下調為壓力 即防守力在估值上就不是那麼大 所以就預期整體的股價都會比較波動一些 Daniel 你剛才就說若名 就看著有些反彈的機會 即是否都是選擇這些龍頭的企業 還有一些CIO相關創新藥的公司會比較好一些 是的 都是首先選擇龍頭企業 如果說小型一些的公司 防守力會更加低一些 市場如果說選擇這個行業去撈底做中長線部署 所以首先都是選擇一些基本因素強的龍頭 創新藥也是在政策方面比較支持 看到內地 例如醫保改革、談判 整體都是會對創新藥方面的支持力度多一些 當中研發能力強的龍頭企業 長期都會有一個優勢在這裏 所以果股方面 陽明、順達都可以留意 有沒有提示給大家 陽明生物現在都是80多元這些位置 有沒有機會可以上去三位數變回紅仔股呢 接近一百元三位數 因為上星期初急跌下來前 大概都接近一百元 九十八元左右 隨著剛才提到美國的加入企業 實體清單的風險大部份掃除了 股價有機會反彈到急跌前的水平 這兩天都見到經過一些反彈之後又再回落 我相信借近80元這些位置都是可以吸納的水平 短期一點的 看著逼近一百元做目標 那順達生物又怎樣呢 你又看好這兩隻 順達生物的部署應該怎樣呢 順達生物就是創新藥的龍頭之一 近日都是跌得很急 但是見到下50元左右 一來技術上都超賣 以及去一些技術上的支持位 這個水平都是去年年底那些位置 即是50元 應該初步也會有些承接 短期50元其實都可以反彈的 短期的反彈目標去60元 即是在第三季的浪底水平 看著這些浪底的位置 最相信達生物都跌近1.95元 是52元的整數位置 除了生物科技股 其實留意到今天的疫苗股 康熙樂都相當厲害了 見到半天來說 股價都曾經早段來說 都見過壓近一成位置的升幅 不過見到半天來說 下午回來升少了 接下來這些疫苗相關股份 大家是否都可以留意多些呢 始終都關注我為疫情情況 始終有新的變種病毒 是否都可以留意多些呢 都是的 如果看消息方面 整個疫苗相關行業 就會多些衝勁 始終變種病毒是歐美 散布得相當快速 雖然重症率暫時都不高 但都會令到對疫苗的需求 都會再增加多些 打完第二針 現在都說要打第三針 或者已經在歐美的國家 所以疫苗的需求可能比之前預期更加多 持續更加長時間 當然實際上對這些公司的幫助 每間可能都會有些不同 要再觀望哪一種疫苗的效果最強 最有效 要再觀望 但這個板塊其實都經過了很大幅的回落 很多都已經跌了超過一半 有些利好消息應該可以進一步反彈 講開疫苗股 本剛上市都是大家可能比較熟悉的康熙樂生物 看到今天都有疫苗概念股份開始招股 未有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 勝諾依藥 看到招股價就價乎每股65.9 到72.7 入場費大概是3671元 集資最多超過5.4億 公司計劃將旗下研發的新冠疫苗 在明年提交臨床試驗申請 最近新股好像表現不一般 但現在又有新疫苗概念股 會否大家可以提高一線 還能否抽到呢 因為新股近期表現都是弱 主要是受大市氣氛所影響 如果是未有盈利的生物科技股 市場可能看法更加審慎 因為比合理股值的時候比較困難 亦都很受市場氣氛影響 所以普遍來說 就不需要很進取去抽一些新股 可以得到上了 再觀察一下市場的情況 價位會否更加吸引水平可以買到 所以在新股營購策略方面 暫時都是審慎一些 直到大市氣氛明顯改善 抽新股才可以進取一些 新股來往 Danny就覺得大家要保守一些 看上市的情況先再部署 見到藥股內其實有很多消息 我們再看9688 見到載定醫藥又有藥獲得 美國藥監局那邊批准上市 高盛調高了目標價 評級維持買入 有一件事是看好的 就說因為他們今次推出腫瘤藥以外 又推出了一個新的藥 就是做全身性重症肌肉毛力的治療用藥 即是看好公司可以做多些藥 看好這件事 載定醫藥是否都是看著這個消息 股價都立即有些支持 見到都曾經去過招股價 大概是562元的位置 是否都是可以有些憧憬 可以再上網向更加高的位置 不過就擔心股價一直都回落了 成半年的時候 時間上方都挺多的蟹貨 香港這邊始終它是第二上市 始終成交稍微弱一點 有時買賣差價都會稍微闊一點 這些新藥獲批消息當然是好的消息 但未必支持到股價可以持續反彈 反彈上去的時候 一級一級有很多阻力出現 見到再定醫藥最新都升到7% 545元的位置 那升到35.5 這次謝謝Daniel和大家的分析 我們先休息一會 很多相關在節目中 因為說明字是860元的十分之下 dedi425元的大局 回來節目時間 身邊嘉賓繼續用先 Danny 跟大家看股市 Danny 你好 你好 跟大家跟進一下港肛最新的情況 港肛下午回來繼續跌超過200點 最新跌12% OID261點 22931點 上陣跌17點 365點 深淨成分指數跌153點 14714點 活躍港股都跟進一下 見到騰訊跌少了一點 最新跌不夠1% 最近434.2 阿里巴巴喬穩升2毫子 美團跌1.2% 營富基金跌2毫6 陽榮生物跌超過4% 第六位股份有隻比亞迪 最新跌3.5% 李寧跌4%以外 友邦跌1.1% 安踏體育跌4元 京東集團跌9.2% 現價271元 大家關心的主要藍籌股 匯豐控股跌7毫半 做45.6毫半 友邦方面跌1.3% 78.5毫 中國移動跌2毫子 46.25 港交鎖447.8 跌幅1.2% 煤氣就要偏遠一點 現價11.88 這一節跟大家解答一下家庭觀眾的問題 我們收到Samuel傳過來的訊息 就說 18.08先買了 916農圓電的前景是怎樣呢 前景是看好的 中長線繼續有比較穩定的增長 相信風電的股份 農圓當然也是行業龍頭 整體新能源股份近期都會有些波動 有些公司的股價回調 但是相對來說 下游業務的公司應該就會抗跌力強一些 農圓就是其中之一 反而做上游的 例如做光復玻璃 多貞龜 那些公司就會有些利用率售涼的情況 農圓 開了就不需要擔心 可能買價比現在稍微高一些 但是長期的增長趨勢都沒有改變 如果短期一點也都看到內地的風力發電 整體的增長都比起其他的新能源要好的 我覺得可以就 繼續開下去 中線應該有機會再破頂 即是20元這個高位 應該去到明年可以再衝破 不過看到今天其實整宅的風電股都要售涯 跌得多 龍圓電力最相對跌4%以外 17.48 至於金峰科技都跌6%以外 最近15.72 靠糖新能源跌7.3% 東方電器和新天綠色能源 都有本城以外的跌幅 看到東方電器13.16 新天綠色能源5.7.3% 剛才提到龍圓電力 跌8.2% 做17.48 我們還收到梁小姐的訊息 就說中國電力什麼時候可以買 2380 中國電力或者其他傳統火電股 近月都升得很多 都是衝頂新能源業務的股值 帶動整間公司的股值向上 這個時候股價仍是處於超買整股的階段 起碼要試回前浪頂4.5 即9月底的高位 但就算下4.5也不要立即帶著買入 因為累積升幅很大 看看4.5究竟收不收得住 才再考慮 如果入市的話 都要分住 可以進取買入的價位 就是下3.5左右 即100天線 以及最近兩次回調低位附近 下到那些水平才有吸引力 在估值方面 不過傳統這些電力股 其實現在是不是已經過了時 大家其實比較關注新能源相關 即看風電股是否更加好 是的 因為之前炒上來 2380為例 都由過幾起步 其實都升了兩倍 近半年 當時都是開始衝勁他們旗下的 新能源業務 那個估值的帶動 但是既然估值都重估了一段 長時間都很大幅度向上 要再進一步退升 其實就不容易 倒不如買回 集中做新能源業務的公司 例如農園 不就是始終都是選擇 集中做新能源業務 農園電力 這些當然要看好一點 我見到中國電力方面 最新就跌近9仙 跌幅1.7% 就在4.92的位置 我見到 還有 楊小姐都要問 保理協鑫300 2.8元買了 目標價是多少呢 首先就是要定止蝕位 因為近期 近一個星期 包括今天 都在測試重要的平均線 支持 100天線 大概2.5元 水平 初步是穿了 如果確認 穿埋 上星期的低位 2.3元 都穿埋的話 就應該只蝕先 剛才提及過 新能源業務上游的公司 未來可能面對利用率收窄的壓力 多珍貴的產品 始終市場的供應 應該都會增加 盈利能見到 就會相對低 做上游的公司 所以都是要 做一些風險管理 2.3元 夠穿的話 就要先走了 看到他們 300 和451 都有一個消息 協賓新能源 和保理協鑫 宣佈簽了 天然氣場 採購框架的協議 看到兩隻股份 最新都要向下 保理協鑫要跌7.2% 兩個四毫半的現價 451 協賓新能源 最新都要跌2%以外 還在2.49 我們再幫一下Eric Eric 中國能源建設 現在買不買得過 3996的位置 現價 近期急升得 都幾明顯 抽升上來 但是這類股份 以往成交比較少 屬於小型的股份 股價會比較波動 如果一追的話 風險都高 因為它都開始迫近 九月份那些高位 當時都是1.65 再上的空間 我覺得就不多 不是那麼容易 一下子衝破高位 所以都可以先觀望 擔心急升過後 會開始面對很大的回調壓力 可能有些回調的情況 機會出現 最新升幅都 7%以外 做是1.5毫億的位置 成交方面都有2.6億左右 再看完電力股份 不如談談 體育用品股 看到安達方面有個消息 派了30周年的中期特別息 花旗就說 有些驚喜 有些意外 不過都維持股首的評級 就說他們今次派中期特息 距離今年4月主要股東 賠股集資15億美金 只有8個月 就覺得現在 用錢不恰當 而且公司都未還錢 未上華的總額 達到120億人民幣 加上下半年零售銷售放慢 預計未來的營運資金壓力 有所增加 另外安達也披露 主要股東 將會成立100億人民幣公益基金 即是可能要做一些ESG的事 花旗就預計 如果假設其中八成捐獻 來自轉讓安達的股份 變相即是帶股東減辭 都可能導致市場 進一步負面的情緒 維持目標價是71.3的位置 Daniel 你怎麼看 他們這次派特色的情況 是否真的很任性 我又不覺得是很利淡 派息的金額不多 每股0.3港元 本身買安達的投資者 都不會很重視股息 覺得增長股 增長更加重要 如果派息方面又不太多 應該又不會影響到 整間公司的增長 或者投資 新業務方面 所以不算一個很重要的消息 但是市場會擔心 現在內地消費的氣氛 轉弱 除了近月房地產市場下滑 或者有些疫情的反彈 之前比較高估值的 體育用品股 還是有些下調的壓力 當然跌了那麼多 說不定會有些超賣反彈 但是暫時的直播率 不是那麼高 可以等估值進一步回落 才再考慮買 但是看到今天 那些體育用品股 譬如說 另一隻李寧 都要跟跌 會不會其實 因為見到安達 今次駐股東 都會做一些 100億人民幣的公益基金 其實會不會看著這件事 因為見到安達做了 可能李寧都要做 會不會看著這件事 可能大家都 怕一怕 會有些少的擔心 但我想比較關鍵 都是整個行業的增長 放緩的壓力 都是在消費信心方面 現在內地 比較弱 李寧 估值相對 比安達 近月股價比較硬 但也有可能 跟著安達 有些股值收縮 壓力 同樣可以觀望一下 我相信李寧銷 銷售方面的增長 會比起安達 是好一點的 但是同時間 股值也有 過日價 所以 短期股價 可能都會偏弱一點 見到股價短期 可能都會偏弱一點 Daniel的看法就是 看到李寧和安達 最新跌幅到 4%以外 我們再把握時間 幫一下Betty 中煤能源 1898 甚麼價位可以入 目標價 看哪裏 中煤我就不太看好 都是擔心煤價 繼續有些回落的壓力 在之前幾個月 特別去到9月 10月份的時候 煤價相當之高 但是除了中央的 政策增加供應 甚至有些限價 其實看到煤價 都明顯見頂 近日的反彈 都像是超賣反彈 技術性的反彈 都擔心 他會再試回到低位 即是4元以下 甚至繼續一個 一浪低一浪的走勢 所以煤股 就不會特別看好 可能接下來都會試回到4元以下 這些位 今天股價偏遠一點 跌近3仙 做4.79 看看煤炭股 情況又如何 中國神華跌幅 都1.8% 現價18.18 的位置 這一節都感謝Danny 和大家的分析 節目時間都夠 好 先休息一會 一節財經消息 人民銀行 下方的下調操作 這次只動了一年期 就會到MLF下調的利率 據報融創中國 用近27億人民幣 出售上海和 和杭州三個項目 21世紀經濟報道引述消息說到 融創中國近日出售上海 紅橋商務區寫字樓 杭州核心地段酒店 和寫字樓等三個項目 預計交易總額大概 26.8億人民幣 交易預料可以補充融創的現金樓 報道又說近兩個月以來 融創中國通過項目處置 資本運作等的方式 回籠資金超過200億人民幣 由會計師行說 港交所對特殊目的收購公司 即是SPAC機制作出調整 提高了機制的彈性 和市場吸引力 北馬衛說 港交所不再要求 投票權和股份屬回權一致 放寬機構專業投資者的人數門檻 和下調獨立 上市之後私募的投資門檻等 都提高了本港SPAC 上市機制的彈性和吸引力 有助促進資本市場發展 另外 據報港交所目標 最快明年3月份 有第1隻SPAC上市 預期第1批上市數量 大概有5隻 恆指最新跌313點 22878點 成交超過733億 財經消息看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各位港股今天失手了23000点的关口 创了去年5月底的低位 见到最新跌幅继续维持300多点 最新跌344点 22547点 各地分行指数全线向下 特别见到金融指数和地产指数 齐齐跌超过400点 总成交方面741多 留意科技指数方面 今日估额也是重的 最新跌幅继续维持在2% 报在5559点跌121点 看活跃港股的情况 排头位的腾讯和美团 这两只股价都见到超过一个月低位 最新跌幅继续有1% 腾讯报在433.4 美团方面报在222 阿里巴巴跌幅算是科技股里面跌得比较少的一只 跌幅0.4% 报在116.5% 盈富基金方面 跟着恒志一起走 都是见到超过52周新低 最新跌幅也有超过1.4% 报在23元 这个水平刚好 若名生物也见过跌半成过外 暂时跌幅收窄了少 跌4.6%左右 报在85元 看6-10位的情况 比亚迪和一众新能源电动车相关概念股 普遍都是要跌的 比亚迪见到最新跌幅 是4% 报在254.8% 你零方面 和安踏两只股肉用品股 都是要跌4% 不过安踏本身公布了 未来10年的发展计划 和计划派的特别息 不过见到股价都是要向下 另外优邦方面 再创52周新低 最新跌幅1.6% 报在78.3% 这个水平 另外留意京东集团 跌幅也有3% 额外 报在270元 这个水平 看起来其他主要蓝手股的情况 汇控和优邦 刚才优邦也提了 见了52周新低 另外汇控 今天见到也有个估额 跌幅是2%过外的 中移动方面 见到股价算是逆市下较为卡污 不算跌得比较深 跌1.5% 港交所跌7.2% 另外中华煤气方面跌4% 看看最差蓝有什么上榜 其中见到 信仪玻璃和信仪光能 信仪系 全都上榜 跌幅也是半成过外的 信仪玻璃跌7% 另外网易也有份上榜 跌幅有超过 4% 刚才提到的 里宁和 若明生物安踏体育 比亚迪 即是刚才活跃榜看到的股份 全部都是比较差 表现蓝手股都上了 活跌港股大家看到了 刚才提到比亚迪一众的车股表现都是差一点 其中市场讲的一个因素 就是说 Tesla 美股那边上个星期的股价 就较历史的高位 低成两成半 如果算回的话 跌入了技术熊市 今天看到了 港股这边多只Tesla概念股 都是要急跌 例如版面上第一只禁风里业 现在最新跌幅是去到1成1 大约是7月以来的新低 至于其他概念 他好像益和 力竞 敏实等等 齐齐都见了超过一个月低位 另外刚才提到的比亚迪 最新 跌近百分之三过外 所以 都抱在255.6这个水平 同样是创了超过一个月低位 看起来其他移动股 有些什么是 可以关注一下 例如版面上逆市 升的就是中国稀土 因为它和A股上市的北方稀土 就定立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股价曾经炒过一成半 不过眼中都缩回了 升半成过外 另外187 就是近期都很热炒的 轻能概念股 H股 其实曾经都见过五年高位之后 就要倒跌 大约11点半钟之后倒跌 最多的时候跌过近一成 不过这一刻大概 是点半钟多点 缩回了 跌了百分之二 另外远周媒都可以留意 1171 最近就改名 兼就出了五至十年计划 公司 即是那时 出了之后 股价都有升 不过公司最近就出了 股票交易 異常波动 今天股价又跌下来 百分之五 节目时间差不多 我们之后再紧 来到资穆錦囊的时间 2021年差不多来到尾声 大家都在想 明年怎么部署 环球股市是什么情况 我们今天很高兴请来 法巴财富管理的谭慧敏小姐 和大家分析一下 Hello Grace 你好 Hello 是的 我们今年 都是不容易的一年 特别我们港股和内地股市 如果比一比平 环球股市来计 表现比较 和大家做个总结 好吗 2021年 来到这一刻 禁一下Bloomberg 看到 欧美股市 很明显 就是今年的赢价 法国 巴黎Kat指数 还有 Dex指数 累积升幅 有一乘三 至两乘四不等 美股表现都不坏 道指 纳指 累积升幅 还有一乘半 至一乘七 回来亚洲区 A股方面 很明显 去到中午的时候 累积跌幅 还有5.8% 恒指 包尾 今年以来 累积跌幅 还有一乘六 究竟今年 会不会有转机在 大家似乎 大家都 变得 因为 Omicron的影响 似乎逐步 扩散 先在美国 有五十个州 接近九成 都有Omicron 个案 部份地区 佔新增个案五成 当局都预计 圣诞节前 后两个星期 Omicron的病例 会急升 成为美国方面 主流的病毒株 整幅图 都见到 Omicron NBC News 总结了 一个 确散的情况 欧洲 挺厉害 英国 当地单疫 抗诊病例 有八万二千多宗 比上一个星期 升超过五成 当中超过万二宗 涉及 Omicron的个案 又圣诞节前 不排除 收紧防疫限制 还有德国 都爆发第五波疫情 也都宣布任何英国 入境的人 无论你有没有 接种疫苗 就强制隔离14天 但是暂时 没有封城的计划 都要问回Grace 这一刻 似乎大家 市场都在等 美国 总统拜登 会不会来 宣布了一步 防疫的措施 还有其他欧洲国家 不知道会不会再封城 你自己怎样看法 当然 Omicron 现在是一个新的隐忧 特别是 好像传播得很快 亦都见到 很多新增的个案 在欧美上升 那我想关键就是 其实是 他本身 他会不会影响到 就是那个医院 就是 尤其是 那个 已经 欧美很多人打了疫苗 虽然他们可能 是会 染到这个疫症 但是 会不会 其实是可以减低 他住院 或者重症的风险 那我想这个是一个 就是关键来的 而这个 还是一个 未知之数 那当然 现在市场的担忧就是 越来越多的 一些 城市 或者国家 它是需要做一些 限制的人口流动 或者限制经济活动的措施 那这样东西 其实是会打击到 经济的 所以我们也都见到 就是近期那个 环球股市 都有一个 调整在 但是我想 都是要看回就是 究竟 如果 譬如现时的疫苗 仍然是有效 是防止到 很多人要去住院 或者重症 那我想 就是大家那个 就是担忧会 放松 就是放松一点 但是呢 如果你想想 其实最坏的状况 就是 现在的疫苗 可能不是太有效 要等到 新的疫苗 再推出 但是其实已经说了 可能新疫苗的推出 的时间 是只不过可能 在三四个月左右 所以其实 就是最坏的状况 都是有机会 是在明年 可能第一 二季开始 其实是会 有改善的 但是如果是真是 这个最坏的 的 状况出来 那有机会 就是整个 环球市场 会是 未来短期 那个波动 会是 持续 是 就是说 都始终要看下疫苗 各方面 控制 新冠 变种病毒 效用会是怎样 要等到 明年 第一二季才行 兼且 就怕着 封城 亦都会 好像 Grace 所说 影响着 经济 和 各国 贸易的表现 如果是这样 延伸下去 政策方面 会不会 局部转向呢 如果环球市场来看 分开收水和放水的格局 因为加快收水那边 上周 大家知道 美国联储局 又说加码 减买债 就估计 点阵图显示 明年 加息三次 甚至乎 个别的联储局理事都说 有机会 明年三月 就要开始加息 英国那边 亦都是收水的情况 因为 以外加息 0.15 估计 明年 二月份 有机会 再度加息 去控制 通胀 但是 放水这边 内地 最新鲜 已经热热 一年期 LPR 利率 稍微下调 五点 去回三厘八 不少分析认为 面对着 内房债务的影响 明年内地有机会 会再降准 至于欧洲那边 暂时 维持利率不变 春年第二季 有机会 视乎疫情的影响 加买债的规模 如果是这样 很明显 内地欧洲 放水 美国 英国 这些 逐步 收紧的步伐 怎样影响着资金流向呢 是否放水就一定吸引资金流入呢 Grace 我想先看看 就是刚才我们都说的那个 Omicron的疫情 如果那个疫情是严重的 都有机会 就是 可能美国 或者英国那边 它那个 收水的那个 步伐 可能会是减慢 但是现时来说 是 他们的预期 就是暂时 Omicron应该是 不会很大 影响 明年那个 经济 那个增长的 所以 仍然 现在你会见到 就是那个 焦点 是放了 在 通胀上 现在 不论是 美国 英国 都是 打击 那个 通胀 是一个 优先的 一个 政策 这样 那变成了 我们自己 那个 看法也是 就是 因为现在 我们见到 那个 通胀 那个状况 已经 好像联署局 所说 不是 短暂的 有机会 是 延长 变成了 其实 他们是 需要 去加息 我们自己的看法 都是觉得 明年 联署局 会加三次息 第一次 会由 6月 开始 接着 9月 12月 这样 至于 你刚才所说 就是 现在有一个 分歧 可能是 美国 就开始 收紧 但是中国 就 调转了 今年 就收得比较紧 但是 现在开始 已经是 见到 那个 政策 已经是 有一些 转向 就变成 最近有 降准 今早 有减息 变成 我们的 相信 他们 现在的 首要任务 就是 要稳定 整个 经济的增长 未来 都相信 会陆陆 续续 还是有一些 宽松的 造私 在内地 会出台 是的 但是这样 意不意味着 资金真的会 流向内地 A股 它仅次于我们的港股 今年都叫做 绿德跌幅 明年有没有机会 扭转这个局面 我们自己都会觉得 随着内地 宽松措施越来越多 其实比较直接受惠 相信都会是A股 所以我们 现时都会比较 如果你说A和H 比较 我们会 看好A股 多一点 就会比较强 至于港股方面 你说 打算是波幅上落 是否因为我们都夹杂在中间 又受A股影响 又受美股影响 我想H股来说 亦亦会受外围影响 另一方面 都是一些 可能是科网 那些比较多 或者是 银行 这些 其实仍然大家都知道 就是那个监管 那个问题 仍然是在 我们也都见不到 一些新的 吹化势 当然 你说在估值的角度来说 是 一些中长线的投资 是很好的机会 但是 如果你说要见到 短期很大幅反弹 暂时我们是 见不到这个 Catalyst 或者这个吹化势 在这里可以 可以做到 除非 未来的 宽松措施 是大 市场的预期 可能会 刺激到 那个市场 另外就是 房地产 那方面 其实现在 仍然都是 特别是内房 我说的 其实 仍然都是 很多 的 坏消息 在那 亦都 譬如一些 现在 很有问题的 公司 他未来 怎样可以 改善 状况 仍然都是 一个很大的 问号 在这里 那变了 譬如你说 特别是 内房 而内房 又因为 亦都是 影响到 内银 所以可能 其实在 这些方面 我们自己 会觉得可能 短期里面 都还是要 比较 审慎 一点 是的 港股 未必有太大 上升 吹发劑 估计 习幅上落 兼反弹 伏力的形势 当然 还有环球 有另外一个隐忧 刚才你提到 少少的 就是通胀的问题 美国方面 上个月通胀 也有6.8% 英国 也有5.1% 至于 欧元区 也有4.9% 不相对 内地来说 就叫低 去到2.3% 上位经济增长 很明显 内地 就是中国 都是跑出了 但是美国 就是2.1% 今个星期 他就会 出一个季度的 经济数据 兼且 就有核心通胀的 数据 就会出的 都要问 Grace 市场逐步 怕 Omicron 对经济的影响 之余 通胀又可能 慢慢升温 滞胀的风险 是否逐步增加 我们会觉得 明年 其实 滞胀的风险 都是低的 所谓滞胀 就是 经济 没有增长 但是就是 高通胀 我们觉得 其实 这个风险 其实不大 反而 其实明年 我们会觉得 就是 美国 或者 全球 那个经济 都是有一个 很好的增长 同一时间 我们也都 看到 就是 有通胀的 状况出现 当然 我所谓 就是全球的经济 包括 美国 欧洲 都会有一个 好的增长 但是相对 今年 其实是会 怎样都会 慢了下来的 但是相对 就是在疫情前 应该都会 在 比疫情前 可能是 2% 已经是很好的 但是我们自己 预计 明年 环球经济 或者是 美国 英国等等 这些大国 欧洲 明年 经济增长 都会超过 4% 是 还有 美国 补充 一句问你 虽然你说 滞胀压力 就不大 明年 通胀率估计 都有 有4.6% 甚至乎 2023年 要加息 4次 经济增长 有没有 承受到 多次的加息 正正我们 觉得 经济增长 是 好 尤其是 我们相信 就是 就业市场 是真的会 恢复 回来的 至于 在 美国的 通胀方面 我们的预期 明年 还是有 4.6% 比联储局的预期 高 主要 我们会觉得 尤其是 在第一季 有机会 美国的 通胀 是 去到 最高位 接着 其实在 第2季 第3季 第4季 就陆续 就是 回落 甚至乎 去到第4季 可能就会 下回 2-3% 左右 变成 其实我们都可以说 其实美国的 通胀的问题 都是 其实是 短暂的 但可能这个短暂的时间 比 之前的 预期 是长了一点 但是 其实都会 最终是 慢慢 回落 联储局 他们的目标水平 而 要保持 这件事 其实我们会觉得 联储局 应该会由 6月中开始 即明年的6月中 之后就是 每季 就是会 加一次息 直到 2023年的 年底 这样 是的 你都提了 这一样 你们比较英 我的看法 亦都影响着 可能当地的 科技股表现 看下来 会不会 调整之后 去一些合理估值 既然整体的形势 你都是有些保留 包括Omicron 又不乐观 还有美国那边 面临一个 奸息周期 比较收水 内地A股 你看得好一点 港股炒波幅 板块怎样做呢 总结几大行的看法 例如摩通 这些 都估计 来着新能源车 先进制造 这些 都是国策支持的股份 中金和交银 都是倾向 选择板块 里面的龙头 Grace 简单说 你又会怎样 选择呢 我们都会觉得 真的要选择性 明年做中港股 尤其是 国策支持的 例如新能源 新能源汽车 等等 这些 其实仍然是受惠国策 我们会 看好一点 暂时短期来说 例如 内房 内银 我们会仍然是觉得 需要是比较审慎 是的 就还有互联网股份 怕着监管的 因素 多谢Grace 这么详细的分析 可惜的节目时间 是这么多 多谢收看